新手送上鮮花 翁先生感謝有太太陪伴 成功戒除45年的菸影 今年54歲的他 從國小就開始抽菸 後來罹患胃癌心情郁悶 一天更抽上四五包菸 他在家人鼓勵下 尋求戒菸諮詢 太太還把營養補充品 刻意做成和香菸一樣的形狀 讓先生分享給菸友 鼓勵大家一起戒菸 有時候等於要等於一兩個小時 又可以充氣 大家說這個還不錯 所以說就這樣子 慢慢慢慢慢慢的 影響到周邊 雖然是我的朋友 他們現在還沒有戒菸成功 但是我發現到了 他們的營量會越來越少 如果你是單單靠你的意志力 一直告訴自己 我要戒菸 我要戒菸 那可能成功率只有5%到10% 但是如果你願意接受專業諮詢 或者是接受其他藥物的輔助 可是你的成功率 就可以高達30% 根據國外研究 光靠自己意志力戒菸 成功率只有5% 但尋求專業協助 透過藥物和諮商 成功戒菸機率 可以達到三成 國民健康署 根據20年的戒菸服務專線經驗 追蹤進線 尋求協助的戒菸者 半年內戒菸成功率 更高達48% 從這個戒菸專線成立以來 已經服務了136萬人 然後有37萬人接受了個案管理 整體來講20年來 戒菸成功率是41.5% 整體的滿意度是在90%以上 台灣是全球第二個用政府預算協助戒菸的國家 國健署常年委託醫院辦理戒菸門診服務 今年還結合LINE提供線上諮詢 希望打破時空限制 鼓勵吸菸者積極戒菸 迎向健康人生 記者邱世民台北報導